现在随着全球迈进AI高科技时代 电力需求快速的攀升 美国第二大电力公司 南方公司的执行长表示说 为了满足激增的能源需求 同时达到气候目标 美国需要建造大量的核电厂 两党也都同意推行核能 不过民众仍然是有许多安全的疑虑 对此美国CNBC 特别采访了一名能源专家 他就说了 目前开始采用的先进第四代核电厂 其实非常安全 并且效能相当好 很多人认为人工智慧 AI将会是第一次次工业革命 已经正在开始了吗 再次的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 不过人工智慧运算 其实是要消耗非常非常多的电力的 就像面临圈电的新危机 那么国际能源总署 IEA就指出了 2023年的全球AI耗电 是4.39瓦也就是2021年丹麦全国全年的一个用电量了 包含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以及灰达执行长黄仁勋 他们都很担心 就能源供应无法跟上高科技快速发展 而石化发电排碳造成的地球暖化 让核能发电是重获各国政府的采纳 美国政府近期就重回核能发电的怀抱 CNBC报道就指出了 美国南方电力公司执行长沃马克 27号出席了公开活动的时候 就特别的表示到了 美国是需要建造大量的核电厂 未来必须拥有十几瓦以上的核能 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并且实现气候的目标 同时美国参议院是以88比2的投票结果 现在通过了加速部署 多功能先进核能电力清洁能源 这样子的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也获得了众议院的支持 同样是以365对上了33的压倒性的票数来过关了 正式送交到美国总统拜登的手上 并且是等待签署 全球开始迈入第四代小型核电SMR 那么SMR的一项优势就是由于规模比较小 所以单组的造价就会比较低 建造也更加快速 而最大的不同是有别于过往 核电厂是靠水冷却的系统 可能会产生过热跟压力风险导致溶毁 SMR采易泰纳来作为循环系统 比水的废碟是高八倍 大大的化解了安全隐患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也看好核能 成立了泰拉能源公司 在今天6月10号 泰拉能源首座核电厂在怀明州正式动工了 采用的就是第四代纳循环系统 比尔盖茨就说了 这将会改变能源产业 而除了能够去补足再生能源缺口呢 他也希望可以借此支持美国能源的独立 来对抗气候变化实现减碳目标 并且加强跟中俄开发低价核电竞争 其实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已经早一步迈入了新核能时代了 各有两座第四代小型核电厂SMR 其中呢大陆就拥有了全球第一座的陆地SMR 是位于山东的石岛湾高温冷气反应鲁核电阵 而俄罗斯呢则是有全球首座水上漂浮的SMR 叫做罗蒙诺索夫院士浮动核能发电厂 在这个部分呢特别是可以看着出来 两边都已经是有了 那么在美国总统大选辩论的部分 我们也带各位来关注到了 现在除了拜登惨败震惊了民主党之外呢 媒体聚焦的焦点还有两个人隔空交火满满的人身攻击啊 由于川普是被定罪的前总统 所以呢拜登就讥讽川普 说在妻子怀孕的时候 跟成人片女性发生性关系 但是川普除了否认之外 也加码讥讽了拜登的儿子 说他是被定罪的罪犯 美国总统拜登跟川普的这个市场辩论表现状况呢 民主党内现在出现了焦灯声浪 而川普被外媒抓包说平均每100秒呢 就会说一句谎话 不过两个人在辩论的时候 为了比较说谁比较健康 因为两个人都很高龄嘛 甚至是逗嘴说 谁的高尔夫球打得比较好 被嘲讽说辩论成了爷爷的台杠士 我只 won two club championships not even senior two regular club championships to do that you have to be quite smart and you have to be able to hit the ball a long way and I do it he doesn't do it he can't hit a ball 50 yards he challenged me to a golf match he can't hit a ball 50 yards look I'd be happy to have a driving contest with him the reason I got my handicap which when I was vice president down to a six and by the way I told you before I'm happy to play golf if you carry your own bag think you can do it that's the biggest lie he's a six handicap of all I was an eight handicap eight but I have you know how many I've seen you swing I know you swing let's not act like children let's not act like children you are a child 接下来关心告示 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南海冲突扩大之际 大陆航母山东舰被发现 出现在了菲律宾旅宋岛 以西大约是200海里的位阶 虽然没有发现是有护航舰队随行 但是呢200海里的距离 刚好就是菲律宾已经装备了 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 飞弹射程之外 照片中呢可以看到这个 中国大陆的航母山东舰在菲律宾海附近的航机路线 那么报道就指出了前段时间呢 中国055型的驱逐舰突然出现在苏绿海 但是呢这个菲律宾方面则是毫无反应 也显示出了飞军队海针尖能力不足 而山东舰到菲律宾进行威射之后呢 很有可能还会通过巴士海峡前往西太平洋 到时候就会有055大型驱逐舰穿越第一岛链之后 还有可能会持续的来逼近第二岛链 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斯28号 跟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呢来进行通话 大陆就涉台南海乌克兰这些相关的问题 阐明中方的严重立场 而在南海的问题上面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更是直接警告美国 说不要一再涉入 当前仁爱交局势紧张的根源 是非方背弃同中方达成的共识 挑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执意向非法坐摊的军舰运送大量建筑材料 企图实现对仁爱交的永久侵占 美方应停止纵容和支持菲律宾挑衅姿势 以实际行动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